古巴有了新一代领导人 604名代表投票 603票赞成 看来古巴接班人迪亚斯卡内尔同志 给自己投下了庄严的反对票 4月20日刚好又是迪亚斯卡内尔的58岁生日 祝福你 古巴同志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 这里是银爵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澄澈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当地时间4月19日宣布 58岁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 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这意味着迪亚斯卡内尔将成为古巴国家元首 同时也行使古巴政府首脑 也就是总理的职责 原来担任这两个职位的87岁的劳尔·卡斯特罗 将继续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 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 以及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议员 在了解古巴接班人是如何上位之前 我们先看看一组媒体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 4月18日星期三被提名为唯一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候选人 按照美国CNN的说法 迪亚斯卡内尔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 新华网的资讯则显示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9日宣布 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 18日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604名参会代表 进行无记名投票 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获得603票 正式接替劳尔卡斯特罗 当选为古巴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古巴部长会议主席 这两个职务的任期同为一届五年 由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一般兼任 古巴部长会议主席 古巴和中国相隔千山万水 但情感上又有很多羁绊 古巴接班人的故事 和中国同志了解的接班人的故事 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古巴第一大报 格拉玛报的官方网站 当地时间4月19日14点04分48秒 上传了一篇关于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宗述文章 标题是 老尔卡斯特罗 古巴共产党会继续支持新主席 这篇宗述稿件的重要内容就是87岁的 劳尔卡斯特罗代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等机构的老领导 对年轻的58岁的新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表示信任支持和鼓励 这篇文章也提供了一个最贴近的视角 展示了古巴是如何挑选和培养他们的接班人的 首先 接班人的功课背景和团派历练似乎是加分因素 格拉玛报官网的这篇文章指出 迪亚斯卡内尔是工程师出身 较早前在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里担任职务 稍后 他作为专业干部被提拔进入青年社会主义联盟 在那里他作为专业的党的干部开始逐步成长 一直到成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BBC的报道给出了相对详细的时间线 迪亚斯卡内尔出生于1960年4月 其专业是电力引擎 在20岁出头就开始政治生涯 也就是1980年左右 他进入青年社会主义联盟 1993年33岁的迪亚斯卡内尔成为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第二任秘书长 2013年迪亚斯卡内尔首次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开始成为劳尔卡斯特罗的助手 这意味着迪亚斯卡内尔在53岁时成为了显赫的古巴国家领导人 可以看出公科出身和团派经历都是迪亚斯卡内尔身上的重要标志 而地方历练特别是担任过封江大力 是迪亚斯卡内尔上位的重要原因 在格拉玛报官网的这篇文章里 根据劳尔卡斯特罗的介绍 迪亚斯卡内尔至少在两个省经历过锻炼 首先是在比亚克拉拉省 他在这个古巴第二大的遮堂产区 担任过省委常委 也担任过省第一书记 也就是省委书记的职务 在霍尔经这个古巴第四大省 古巴重要的矿业和能源基地 迪亚斯卡内尔工作了六年 也担任过省委书记 劳尔卡斯特罗对迪亚斯卡内尔的地方经历 进行了充满感情色彩的介绍 他说 迪亚斯卡内尔出生在比亚克拉拉省 他在那里度过了不少时光 他了解那一片土地 在那之后 迪亚斯卡内尔被派往霍尔金省 那里是古巴东部非常重要的省份之一 劳尔卡斯特罗还强调 我们派出了十几位年轻人到地方任职和历练 大部分都已经进入了政治局 但是我们没有对他们进行很好的培训 我可以夸张地说 迪亚斯卡内尔是唯一接受过良好培训的 显而易见 地方任职拥有工业农业管理的经验 担任过封疆大力 是成为接班人的必修课 第三 古共中央和古巴中央政府的任职经历 也是接班人的关键履历 劳尔卡斯特罗强调 迪亚斯卡内尔自1991年起就成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2003年就进入了政治局 2009年他成为教育部部长 2013年他成为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此外 迪亚斯卡内尔还有担任古巴驻尼加拉瓜大使的经历 也在古巴国防学院参加过学习并且顺利毕业 对外交和军事也不陌生 相信也是这位接班人的优势 第四 要想成为接班人 领导的信任是核心要素 在经历了地方历练 在古巴中央政府和古共中央担任职务以后 迪亚斯卡内尔在2013年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机遇 直接在劳尔卡斯特罗和相关老领导身边工作 半军如半虎 内定的接班人不好当 相信在中国如此 在古巴也不会有例外 但是迪亚斯卡内尔用五年经历了重重考验 最后成为了人生的赢家 他如何博得政治老人们的信任 目前还不清楚 但政治老人们对他的信任是毫无疑问的 劳尔卡斯特罗就不吝惜对他的赞美 2013年以来 政治局的委员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就是我们豁然开朗了 迪亚斯卡内尔在中央委员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里 表现出了资质和才能 这就是他更进一步的原因 要想获得领导信任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获得青睐是非常重要的 换言之 政治正确非常非常关键 第五 忍耐忍耐再忍耐 是接班人顺利接班的不可或缺的智慧和品格 一将功成万古窟 在刚刚结束的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 58岁的迪亚斯卡内尔 像孩子一样被87岁的劳尔卡斯特罗褒奖有加的时候 他一定意识到忍耐有多么重要 从劳尔卡斯特罗似有所指的发言里 能够看出忍耐对接班人来说就是多年媳妇 熬成婆背后的念想 就是美酒加酿之前最后一次摘戒 在格拉玛报的官网这篇文章里 劳尔卡斯特罗强调 迪亚斯卡内尔的脱颖而出不是意外 他准备充分 他是最好的 而且我们知道 因为他的投入 他一定会把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交给他的重任完成好 劳尔卡斯特罗还说 迪亚斯卡内尔同志不是临时产生的候选人 过往很多年他已经证明了他的工作能力 意识形态的坚定和对古巴革命的贡献 他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过去我们犯下了亚苗助长的错误 而迪亚斯卡内尔的例子与众不同 劳尔卡斯特罗还认为 在干部培养和选拔上 古巴共产党人要做自我批评 似乎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即忍耐是一个双向选择 老领导们观点不同 各自看好的年轻人不同 所以领导们要忍耐 当然 而被看好的年轻人则更需要忍耐 要按部就班 接受种种训练 相信迪亚斯卡内尔 早已领会了劳尔卡斯特罗发言的精髓 即便万里长征 最后一步到了投票的时候 他也会小心谨慎 这或许就可以解释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选举里 为什么有且只有一张反对票 投出唯一一张反对票的 或许就是迪亚斯卡内尔同志本人 美洲大学的政府学教授 威廉·莱昂格兰德 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说 如果劳尔卡斯特罗的 继任者迪亚斯卡内尔 继续沿着他开始的改革道路走下去 那么 劳尔卡斯特罗就可能成为 古巴的邓小平 但是 如果努力失败 劳尔卡斯特罗在人们眼中 将成为又一位不能迫使制度改变的 共产党改革者 迪亚斯卡内尔同志 要是看到这一句话 估计脖颈一阵凉 千辛万苦 等着上位的接班人不容易 上了位 若老领导还在 接班人依然不容易 迪亚斯卡内尔的案头 估计已经摆上 或者就要摆上 中国同志们 各种仪式建金的小册子了 中国的故事 就算工作再忙 应酬再多 也建议 迪亚斯卡内尔 一定花时间好好读读 迪亚斯卡内尔同志 祝你好运 这里是银绝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成色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期待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